開著轎車上高架橋 右邊一輛重型機車出現 騎士腳上還穿著拖鞋 不過接下來這一幕 讓駕駛跟乘客 嚇到魂都快飛了出去 他到底在幹嘛 女乘客脫口而出這句話 本來快要睡著 直接被嚇醒 就在7號早上5點多 台北市市民高架道路 駕駛載著朋友募集重機騎士 在高架橋上直接來一個 鬼之橫切想要回轉 但是這個胡亂轉 害得後方兩輛轎車 差一點就要撞上去 距離我已經 其實沒有很遠的距離 然後就突然就打橫要回轉了 那市民大道其實只有兩線道 它等於是它一台動機 橫在兩個車道上面 那如果今天這個狀況 是發生在柏道上的話 不過我覺得那個後果真的會不堪設想 駕駛直呼真的太危險了 其實重機在高架道路遭到舉發違規 常常聽到光石市民高架今年1到6月 征道行駛高達21件 每一規定使用燈光也有14件 違規超車11件 之前也發生過 紅黃牌重機在車陣當中 鑽來鑽去 變換車道 沒打方向燈 這一回不知道是太緊張 還是真的意想天開 高架橋上大回轉 幸好後方車輛全部緊急剎車 才沒發生事故 否則真的撞下去 後果難以想像 TVBS新聞 下一輪黃凱進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